联合国安理会28号召开有关叙利亚问题的会议 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表示 目前俄罗斯向叙利亚运送化肥受到了多重障碍 俄罗斯驻联合国副代表波利杨斯基表示 美国根据2020年6月生效的凯撒法案 扩大对叙利亚的经济和政治制裁范围 导致俄罗斯无法向叙利亚运送化肥产品 对此 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伍德表示 美国不是俄罗斯延迟向叙利亚运送化肥的原因 目前 共有大约26万吨俄罗斯化肥 滞留在欧洲几个港口 其中大部分在拉托维亚 去年11月 俄罗斯生产商捐赠的第一批化肥 已运往马拉维 第二批也将于三月运往肯尼亚 对于化肥运送问题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 虽然食品和化肥不在制裁范围 但需要克服许多挑战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运 联合国去年7月促成一揽子协议,而作为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,联合国与俄罗斯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,承诺将促成俄罗斯的粮食和化肥出口不受阻碍重回全球市场,但俄罗斯的化肥出口依然面临多重阻碍。